时间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录svcmedia.net 每晚七点到八点点一下 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录sv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们从8月1号 已经move到KEST 也就是AM1450来了 谢谢大家的跟随 也请大家告诉您自己的亲戚朋友 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请告诉他们 我们的播出的时间还是一样 周一至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八点 同时在网站上面 有24小时的重复收听 今天是8月26号 礼拜五 今天的盘呢 股市是下跌很多 所以因此我们在今天请到了J耿 他是股评师 J欢迎你 大家好 周小姐好 每股礼拜五的股票重挫 三大股指跌幅都超过3% 道指狂蟹超过1000点 美联储局主席 他嘴巴一点都不上风条 结果他大胆地说出鹰派的论调 表示即使加息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一些痛苦痛苦 但是美联储局仍然继续加息以遏制通胀 他去年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 他暗示利率很快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 消灭了所有美联储局货币政策可能很快转向 或者是不那么积极加息的预测 截至收盘到指下跌1008.38点 跌幅为3.03% 报32283.4 纳指下跌497.56 跌幅为3.94% 报12141.71 标普500指数 下跌141.46 下跌幅是3.37% 报4057.66 鲍威为讲话以后 英伟达谷歌等等公司 明星股纷纷是下错的 本周成绩如何 到指下跌4.22% 纳指下跌4.44% 标普500下跌4.04% 那到底在Jackson Hall 我们美国的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的这个话全世界都在听 他暗示美联储局可能会继续加息 并让利率保持在一段时间的高点抑制通货膨胀 他反对任何有关货币政策会很快掉头转方向的观点 那他特别在这个Jackson Hall的年会的书面讲话中表示 恢复物价稳定可能需要货币政策 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的立场 历史记录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不能过早的放松政策 好 现在来请教今天第一个问题 我们不管他说了什么 我们不管市场是怎么反应 现在从技术图表来看 如果今天一天还有这个礼拜 分别下跌3%或者是4%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下跌坡的开始 如果是的话 他下一波重要的支撑又在哪里 先从标普500来讲 今天下跌3.37%好吗 好的 那么短线上来讲的话 今天下跌的幅度的确实挺大 然后市场的这个情绪的话 也是出现了一些波动 短线节奏上的话 是处于超卖的一个节奏当中的 但是短线上的话 每次超卖我们都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超级反弹 这是短线上能对线形图上来进行一个修正的 那么从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从日线图上我们看到标普 日线图级别的话 它是形成了一个小级别的一个 类似于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那么这个形态的话 目前被今天的一根大阴线给跌破了 那么通常的话 在跌破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回抽去重新测试 原来的这个支撑位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前期的低点就是六月半的低点 这个支撑位被跌破的话 就变成了现在的一个阻力了 那么这个阻力位是4125点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短线上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4000点左右 那么短线上反弹的话 如果说市场因为短线上的超卖 而出现引发这个超低反弹 空头回购的一个节奏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4125点的这个阻力位 看看能不能在三天之内被收回来 通常在这个技术 在市场当中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关键的点位 在跌破之后的话 我们是通常是需要观察几个交易日的 那么如果说观察的这几个交易日 能够能够被收回来的话 那么整个的一个是整个的一个节奏的话 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假跌破的一个节奏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 还是怎么样 对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观察一下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我倒是看到了买入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点位的话 应该是在4000点左右吧 那距离现在只有57点了 对的 因为今天中午的这个大幅度的下跌的话 虽然卖压是很沉重的 短线上的话 会有一个惯性的一个下探 那么在这个下探的 那么在这个下探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是看到应该是多方的 应该会改这个4000点这个左右 来进行再一次的进行干预 但是目前来看 从整体的这个周线图 周线图上来看的话 节奏并没有走坏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下周的一个反弹行情 所以你的论调是没有那么悲观 您反而觉得一天大幅的下跌 是造成了极短期的在买进的信号 那刚才您有提到这个讯息 那我请问你是要买什么呢 买什么sector呢 或者是买指数呢 买指数 如果指数的话呢 大家呢还是关注一下标普 大家呢标普的话呢 就是在4000点和这个3900点这个点位 因为呢从短线上这个头肩顶群态来讲的话 它的目标测试呢 是要到这个3900点的 那么这个3900点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7月份 出现突破拉升的那轮行情的一个突破点位 所以说我们是不希望说这个点位出现大幅度的回撤 起码在4000点左右的话呢 我相信市场的一个交投情绪的话 应该是会围绕着这个4000点来进行的 那么从月线图上来看 目前的整个这个8月份的节奏呢 就是一个上冲预阻回落 那么在短线上的话呢 还在寻求这个本月的一个低点 那么对于本月来讲的话呢 下周仅仅只有三个交易日了 所以说呢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个交易日当中 超短线上可以继续的逢低呢 介入一下做一个超级反弹 超级反弹刚才我问您 您是说做标普500的指数那就是SPY吗 SPY可以啊 为什么这个下跌就是给大家造成很大的困扰 担心的就是怕在高利息很久 那为什么您的论调是跟大部分的人相反 认为要做超跌反弹是有更大的机会 而不是说继续买PUT 或者是看空某一些个股或者是一些ETF呢 您秉持这个理念的原因何在 首先呢我认为整个这个市场 整个这个大的趋势还是 还是继续的向上的 只不过说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由于先突破 之前突破的行情 那突破以后的话呢 或许会有一个回抽的动作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行情当中的话呢 我们或许在经历了一个这个回抽的一个行情 但是在回抽的一个 测试前期突破点位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认为仍然是可以继续的 继续的进入市场 那如果是说真正的一个破位的话 3700点 如果3700点点位要是 如果说被跌破的话 那么这个就市场呢 这个图形就要继续的下探了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们还是看 今天周五收盘的话呢 是收在了一个 关键的一个支撑点位上 那么既然是支撑点位呢 既然是支撑点位 我相信下周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洗盘的行情 那么会出现低开 短线上会出现一个低开 或者是高走的一个一个节奏 所以说呢 目前市场来讲的话 并没有给出一些比较危险的 一个信号吧 但像你刚才您所说的 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 我记得上周的行情来讲的话 其实就已经对这个 这个加息呢 就是加0.75个嘛 那么我认为 还是这个加息的幅度 还会持续的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利率的这个走势 还是继续向上 那原油的话呢 这个价格 原油的这个走势呢 也是不错的 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个下跌行情当中 可以考虑的一个板块 那么刚才您所说了 哪些板块是可以规避的 那么这个能源类的话 仍然是可以优先值得考虑 原油从高点到现在 已经下跌了40% 所以要如果要抢一个短的上涨坡的话 大家也要非常的谨慎 也不能够太贪心 现在我们把热线全部打开 听众朋友 如果您有任何的股票问题 请利用我们下面的时间 就可以来询问界 您的股票问题 650-968-2000 650-968-2000 德立洋地产卖方经纪Audrey Sun 详解近期湾区房产的市场走势 并介绍新屋上市 资深会计师宋燕 分享如何建立慈善基金 家庭基金及高收入者的省税策略 南湾过敏哮喘专家 徐安林医学博士 讲解过敏性皮炎的症状 诊断及治疗方法 8月27、28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Max Real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快速到位 Yes Max Real 好消息 加州东方医学院推拿按摩专业 正式获得加州按摩局核准 凡高中以上学历均可报名 8月29号开学 中文授课 毕业直接申请按摩执照 不需考试 如果是大专以上学历 还可以直接读中医博士 成为博士执照中医师 咨询电话650-918-9968 650-918-9968 650-918-9968 GMCC万通贷款 系股最具规模的华人 Direct Lander 新扩展至德州 佛罗里达 乔治亚 夏威夷 新泽西 由他全美34个州 专金大小的贷款至500万 in-house直接审核放款 官网 GMCCLong.com 好不容易找到 新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 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ugain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 Gugain 听着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谷华人电台 再度欢迎G 好 刚才讲了标普500 那我想您对于 道琼斯 还有纳士达克的观感 也是同样的 也是觉得他有一个超卖 而要抓反弹的 那如果对于非常心里紧张的人 觉得这是不是另外一波 严重下跌的开始 那还是避免他们入市 还是这样劝告 是不是 如果说 按照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想做空的话 把止损放在4260点 就是对于标普 标普而言 如果说你想去做多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止损的话呢 就最好放 去放到3900点就好了 那如果说再跌破3900点 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市场的 这个线性图就非常的不利了 所以说目前我们收在4050 那么下方是3900 150点的一个空间 上方的话呢 是4250100点的空间 其实看多看空来讲 来讲的话 这个基本上都是1比1的 反而的话呢 如果是说你想通过一些策略去做的话 那无非就是说 在这两个点位上 来做一个区间内的操作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行的 区间内的操作 好 那刚才提到了 这个标普500它的重要的支撑点是3900点 来谈论一下道琼斯 道琼斯今天是收在32283 那它重要的支撑是在什么地方呢 好的 道指的这个支撑点位的话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31750点这个点位 嗯 哦 31750 好 好 这个就是道琼斯的31750 知道了 那来看一下纳什达克 纳什达克今天下跌几乎4% 12141.71是今天的点数 OK 好 来看一下纳什达克 好 纳什达克的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支撑点位的话呢 我现在看的是纳什达克100 是12300点左右 它目前的一个合理的支撑的话呢 合理的阻力的话呢 是12800点 现在收盘的是12575点吧 那么上方的话呢 如果说超低反弹的话 还有一个300点的一个空间 但是反弹上来的话 我们就关注了 看看这个12800点左右 会不会形成一个阻力 如果会形成一个阻力的话 那么多方的话呢 那么在空方的话呢 会在反弹过程当中 还会向下进行一个压的 如果说这种现象发生的话 那么那短线上的话 整个这个市场情绪 应该是倾向于空方的 嗯 OK 好的好的 现在听众朋友呢 已经开始打电话进来了 那我们再播一下 我们主播室的热线电话 6509682000 6509682000 问到的第一只股票 就是今天第一天分股 一股分三股的Tesla 今天下跌2.7个percent 是小于大盘 现在的价位是288.09 请评论用他的图表来看 他所占的这个姿势啊 是不是还蛮稳的 好的 特斯拉的话呢 从日线图上来看 并没有给出一个 买进的一个信号 因为呢 我们短期之内 我们看到他的价格呢 就原来的230多 这一轮起来之后 他是做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整理 但是现行图呢 还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下 他支撑位 282元 这是短线上的一个 这是短线上的一个支撑 然后呢 阻力的话呢 我们暂时放在293 突破293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追的 他是可以继续的 往上走 如果说股价来到300元以上的话 那么短线上买进信号的话呢 就已经可以得到证实了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买进信号的一个确认 我们可以再稍微等待 等待一下吧 好 下面问到的也是一只热门的股票 是Pala Auto Network 代号是PANW 今天也是下跌2.59% 但是在最近 在上个礼拜五 有一个跳空上涨 并且他们的Earning 也是大幅的 涨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大家都看好 Pala Auto Network 认为这种防毒的 防骇客的这个公司 是非常非常有前景的 去看一下它的技术图表 好的 那么我可以关注一下 548元的一个支撑 这是第一个支撑 那么第二个支撑的话呢 就是一个缺口了 那么这张股票呢 有可能会出现一种走势 如果说大盘呢 持续的低迷走低的话 那么他们 它的目标的话呢 就会直接去奔这个缺口去补 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 这张股票它还是属于右侧股 逢低呢 仍然是可以继续介入的 那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回补这个缺口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也都也是可以同期的进行一个买进的 嗯 好 下面问到的这个是 Directional的Daily Semiconductor 三倍看跌的ETF 代号是SOXS 今天上涨17.67% 所以看跌半导体的人还是蛮多的 价位来到了42块4毛9 好的 SOXS的话呢 从日线节奏上来看的话 今天是一个光头光脚的一根大阳线 短线支撑的话呢 是40元 目前看它的阻力的话呢 是可以奔47去的 如果说去做多的话 那么止损就放到36几克 36元就可以了 OK 好 这个是讲到 半导体三倍看跌的 哦 今天的Amazon也是听众朋友想要问到的股票 AmZN一天下跌4.76% 是超过大盘 价位是130块7毛5 它也是在不久以前分股的股票 好的 那么 AmZN的话呢 目前来看整体的节奏呢 仍然是在一个 从日线图上看 还是在一个空头节奏当中的 阻力的话呢 大概是139元 那目前来看我们可以保守一下 关注它的支撑 是123元左右吧 关注前期一个缺口的一个支撑 OK Facebook 它今天是不动 它这个股票就是Meta 那来评论一下它的 股指的看法 好的 这两股票的话呢 目前收盘是161.78 META对吧 Meta对 下跌蛮多的 4.15% 整体上来看 它还是在一个空头的节奏当中 我们从今年的6月份 到现在的一段时间 它走的是一个横向的一个波动 横向波动完之后的话 那现行图的话呢 就会对这些股票会继续的施压 那么这档股票呢 跌破155元的这个概率呢 是很大的 这个谨慎一下吧 有可能继续走低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大 那你觉得像Meta这个股票 它走低 那就已经破了6月 7月 还有8月的低点了 那不是就等于下滑 已经是自由落体的现象了吗 那它的支撑又在何处啊 好的 目前呢 从月线图上来看的话 我们上一个月 我们最高是看到了183 本月的话呢 我们是看到了178 那么短线节奏上来讲的话呢 从预见节奏上看的话 仍然是处于超卖的一个节奏当中的 但是这个NG 但是短线上的这个均线 跌下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对股价这个施压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前期的一个支撑点位的话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138元附近的一个支撑吧 那么如果说现在的话 如果说你想做多的话 那只能是跌把止损放到153 如果跌破153的话 那要就那要坚决这个考虑暂时观望 因为下方的话应该是136的附近的一个支撑 另外一个支撑呢 会来到125 下面一个问题啊 是一个选择题 听众朋友问 UVXY或者是SQQQ 除了这个价位是不一样的 买哪一个比较胜算大 UVXY或者是SQQQ 好的 如果说在一个空头的一个市场当中的话 那么UVXY的话 那么它是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支持 那它的这个胜算的话呢 会比较大一些 那如果说 现在UVXY的话呢 是支撑的在9块7毛5 那么阻力的话呢 我们先可以看到11元左右吧 因为几次冲上去的话 都是并不是很成功的 但并不是说市场的话呢 就一个字涨 如果说市场现在我们 因为我个人对市场的判断的话呢 还是一个基本上是右侧 或者是右侧 接近于水平波动的 那如果是说 在震荡式当中的话呢 那UVXY的话 它还是占不到任何的一个便宜 反而的话呢 那么对于指数来讲 我相信应该从某些方面会能规定一下 因为指数的一个操作的话呢 就是跟着这个大盘的这个指数走 掌握什么点位 你该做些什么 跌破某个点位的话 你应该做些什么 这个是非常明了的 那么对于UVXY来讲的话呢 就很难说了 这个完全是靠情绪 那你这个情绪的话 就像 就像人的脾气一样 那么时好时坏 那么大家的话呢 都应该都应该深有体会了 什么时候话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答案是UVXY 就是你是分析它的性格 所以还是要看 这个投资者 他对于这两个UVXY 或者是SQQQ的了解有多少 才能做出二选一的决定 好 那下面一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具代表性 他说了解了现在的市场 那么请问 您的对于股市的炒作的方法又是什么 目前来讲的话呢 短线上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呢 是呈现上冲雨之回落的 那么大家呢 可以采取这种这个 sell call sell call的形式 来进行 来进行一个介入 那如果是说 短线上 我们看到市场 在 在一个点位上 或者是反复的进行一个测试的话 那么或许的话呢 我们可以转换一个行情 可以采取这种sell pull的这种形式 来这个 介入这个市场 然后呢 对于股票来讲的话呢 我们尽量还是操作这个右侧股的 因为右侧股的话呢 往往他整个这个趋势 一旦恢复起来的话 他涨势也是非常的快的 但是左侧股的话 尽量的话就要尽量避免了 好好谢谢您今天的给大家所做的股评 想要跟J梗来联络 请加他的微信号 JAYGENG 对不起 JAYGENG001 非常感谢你J 并且祝你周末愉快 谢谢 好 祝大家福祉愉快 再见 听众朋友 我们从今天开始增加了一个周末 何处去的单元 这个帮助大家想要在周末出去玩 到底哪边可以有适合自己的活动 请听下面的广播 王荣梅会计师事务所专精各种税务查照 集合税务规划 海外资产申报等各类税务问题 20多年专业经验 为民省税 电话4089981688 或网址 oneaccumacy.com 德立洋地产卖方经济 Audrey Sun 详解近期湾区房产的市场走势 并介绍新屋上市 资深会计师宋燕 分享如何建立慈善基金 家庭基金 及高收入者的省税策略 南湾过敏哮喘专家 徐安林医学博士 讲解过敏性皮炎的症状 诊断及治疗方法 8月27、28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著名中医专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 麻仲学博士团队 经加州针酒局 及高等教育部核准 现提供针酒与中药博士学位 凡大学三年 无需医学背景 可到本校读博士 现有中医硕士 只需要部分课程 咨询电话650-918-9968 650-918-9968 650-918-996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乐 非常兴奋地宣布 从8月1号开始 我们将搬到AM1450 播出时间依然为 周一至周五晚间 7点至8点 主题围绕与新桥老桥 切身相关的各种重要话题 受访者皆为业界的拒破 希望朋友们追随我们到AM1450 同时多多利用在svcmedia.net网站 首页下方现场直播的按钮 不论您在何地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施琪 欢迎收听西谷华人电台 周末去哪单元 我将会在本单元 为您介绍湾区周末即将到来的活动 无论您是寻求亲子时光 恋人之旅 好友相伴或者是独处空间 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新 最值得您体验的活动资讯 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精心挑选的 8月27号至8月28号将会举办的活动 首先家里有小朋友的父母们 不妨趁着周末带孩子们游玩 旧金山动物园 2岁以下的孩童免门票入园 San Francisco Zoo 号称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动物园 您可以观赏到各种物种 对家长和孩子来说 都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园区营业时间为上午9点 至下午5点 购票及详细资讯可登陆 sfzoo.org查询 sfzoo.org查询 接下来如果您有艺术需求 需要安静的环境思考 以及欣赏艺术品 作为湾区的居民 一定不要错过属于你们的福利 位于旧金山金门公园的 Dial Museum 每周六针对湾区居民免费开放 Museum周六一夜时间为9点半 至5点15分 您还等什么呢 这周六就出发吧 最后让我们一起去参观 地球上唯一一个拥有水族馆 天文馆 热带雨林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方 没错 这个地方就是加州科学博物馆 同样位于旧金山金门公园 与Dial Museum相隔不远 周日的营业时间为11点 至下午5点 成人票价约为45元 大家可搜索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 进一步了解 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的每周 我们都会为您总结 湾区周末大小活动 供您参考 祝您生活愉快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这位嘉宾 他是范语集团创办人 总裁Philip胡 胡郑国 Philip你好 李李你好 湾区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 看到七月份事实上股票还不错 五个礼拜里面呢 有三个半礼拜都在上涨 可是这个仍然还是熊市中的反弹 对于股市还是不能放心的这个心态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说 房地产市场已经改变了 您的想法和做法有什么应应之道 同时也include but not limit to房地产的市场 因为应应之道呢 也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做房地产投资的alternative的investment 是不是这样子讲 是的 其实我们现在来讲 market本来就应该要有往上走 然后往下调整 然后再往上走的可能性 你不可能永远一直往上涨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有的时候你没有经历过的起伏的话 有的时候都以为一直会涨的 这样的情形其实是不对的 那我们尤其现在来是已经要进入correction的时候了 有些已经进入到correction 有些地方很快要进入correction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市场的一些想法看法 不管是股票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 都要有一定的改变了 不然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在讲说 有些人先知先觉 有些人后知后觉 有些人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了 所以我们应该说在这个时候 在最重要的时候 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要做对的事 是 所谓的有的人是说 哦 把鞋子脱了去探一探 这个沙滩上面的海水飘过来 是什么温度 test the temperature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中文的一个很有名的成语 就是春江水暖压先知 当然要了解什么叫做先行指数 做股票的来讲 就是股票 就是先行指数 反映六个月以后的经济状况 那么房地产的先行指数又是什么呢 好通常我来讲 我会先从股票市场谈到房地产 通常来讲的时候 我们在很多时候呢 都是股票先跌了以后 然后residential的房地产跟进 然后最后再来是commercial的房地产 举个例子来讲 07 08年的时候房地产一片看好 各方面融景很好 对不对 突然股票开始哗啦哗啦哗啦跌 跌了九个月以后 residential房地产开始跌 然后在两年后呢 commercial房地产开始跌了 所以都是有基本的一个pattern的 那我们先来讲说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看看 这个pattern到底在哪里 我们第一个来讲 股票市场的话 当然今年开始已经做了不少的调整 虽然即使有一些bounce back 但对未来一两年来讲 还是不看好嘛 对不对 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共识 那尤其是几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4月1号开始利率倒挂了 短期利率超过长期利率了 这个呢在整个市场上 过去有六次发生的机会 有一次有点算假性的话 另外有一次呢是六个月 一次三十四个月 另外其他的都大概在16到18 九个月以内呢 recession就来了 所以利率倒挂是一个indicator 第二个呢 其实呢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说 如果你的inflation rate超过五 可是呢 unemployment rate 失业率低过五的话 这个样子的情形就是说 你的inflation通膨的压力很大 可是呢 就业市场还是很hot 这个时候呢 你要降温市场降温就很不容易了 因为你employment低过五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还是可能会为了加薪啊 做什么事情的话 会更增加通膨的压力 这个时候可能政府就要出重手了 通常在过去的看法就是说 你通常在inflation rate超过五 然后employment rate低过五的时候 大概你的衰退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啊这样子 去年第四个quad已经发生了 第一次开始发生了 所以呢 根据刚刚这样的情形来讲 一个来讲就是利率倒挂 大概16到19个月 第二个呢 是通膨超过五 然后失业率低过五的话 第四个quad去年发生了 所以我们预计 现在到明年底之间 recession来的机会非常大 而且前几天的指数 前几天的已经开始连续两个quad都不好了 是GDP都不好 是所以这样子来讲的时候 recession已经不是会不会发生 而是一定on the corner 如果还没有发生的话 也是现在是前奏曲了 嗯 OK 所以现在如果说衰退什么时候会发生 还不如问到底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是吗 是通常我们来讲的时候 所以衰退本来就是会发生 而且衰退发生 那这一次的发生 我们觉得这次硬着陆的机会不大 不大 不是那么大 会跌是一个correction 而不是collapse 嗯 好 我们先这是跟08年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8年因为次贷的问题太重了 嗯 100万的房子可以带110万出来 对 完全是不合理 很多都是被灌了水的 所以一破的时候 跌的就比较凶了 是 尤其有些比较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在全美国呢 哪些地方比较灾情严重呢 包括了佛罗里达了 Georgia了 因为那是次贷问题很厉害的地方 其实内巴达也受伤很重 为什么 内巴达那个时候因为从08年以前过去二十几年 内巴达房地产没怎么跌过 都一路在慢慢上 所以那一次内巴达拉斯维加斯也跌了50%以上了 嗯 而这一次呢 基本上来讲基本面还没有那么差 世代的问题也没有 所以这个呢 只是一个经济周期的correction更正而不是collapse OK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好的地方的话 大概会10-20%的correction 不好的地方再多一点啊 事实上现在来看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往下调了 是的 很多地方不停的在降价 所以我常常讲好的房地产像好的 股票先涨后跌跌的少 哎 就是奈压 是 不好地方的房地产就像不好的股票 后涨先跌跌的深 而且跌的多 哈哈 是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大概概念来讲 所以现在来讲 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了 从像08年的股票先跌了以后 房地产是跟着来了 那今年一月份开始是不是股票也开始先跌了 嗯 股票先跌了以后 其实下面房地产就要跟进了 嗯 那我来谈谈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房地产的周期 北加州的人因为房地产一路在涨的时间比较大 所以呢 涨幅也比较高 涨幅也比较高 所以大家对房地产都有一个特别的想法 都觉得啊 房地产不太容易跌 其实在我们来看法 这个观念是不完全正确的 你会调整但只是多少而已 是 好 我们拿南加州做个例子来话 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其实我在来美国到明年就满40年了 哦 满40年了 所以呢这是我经历过的第四个周期了 平均来讲十年一次吗 差不多 差不多一次 十年一次 因为十年内经济限制不好的时候 政府刺激了以后往上冲冲冲 冲过头了以后 政府再降温 然后再经过correction 然后这个周期大概十年到十几年一次 我们通常讲十年周期是这样子来的 我记得07年 那时候在南加州就有人跟我讲说 其实南加州的房地产很容易 你只要更新一个原则 大致错不了太多 那这是第四次周期 前三次都还是非常正确啊 嗯 他的讲法是怎么讲的 在年的尾数是0123 通常是房价的低点可以买 嗯 年的尾数是789 通常是房价的高点可以卖 尽量不去买 那我们来看看 我回想过去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呢 嗯 啊 我记得我是84年搬到LA的 所以呢 后来呢 878889房地产一片看好 我就跟一typical的华人一样 我就跟着大家去炒房地产 去买了 是 事实上我87年就开始炒楼花了 嗯 嗯 我花5000块钱去订一个新房子 6个月以后可以卖3万块 嗯 所以 你觉得好爽自己好聪明啊 呵呵呵 那种878889我就买了不少 可是呢 刚好到了89就正买在糕点上了 嗯 买的糕点上了以后呢 我记得我在南加州那个时候 买了一个房子 31万多买的 还花了几万块装潢 结果到了94年我必须卖的时候 我卖了22万 哎呦 这 哎 有一点失血 失血的还蛮多的 这点失血 所以那个时候 我learn my lesson了嘛 嗯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你看878889就是糕点 其实应该该卖不该卖 嗯 90到9394的时候 就是第一点可以买了 啊 97 98 99 也是房地产不好 可是2000年到2003年 怎么买怎么赚 我记得01年我买了一个房地产 50万买的 四年卖了以后卖了90万 哎 把那个22万卖的 赔钱的都赚回来了 是 那我们休息回来以后 我们可以继续来讲讲后面的story 谢谢你下时间的指导题 非常感谢 回来以后继续听听您精彩的经验 听众朋友 访问的嘉宾 他是范宇集团的总裁 创办人Philip胡 胡振国 好 休息一下 两分钟之后回来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Philip你好 莉莉你好 完全朋友大家好 听得非常精彩 但是还没有讲到2022年 我们继续注意聆听 好 所以呢 200102013就是非常好的进场点 20070809又是金融危机 高点往下降了 对不对 然后2010111213又是好的进场点了 可是前面三次都很follow这个pattern 为什么这次不灵了 为什么 其实有两大原因造成了这是被delay 而不是不来 而是delay了 因为呢很多人不知道在18年 川普做了一个税改 把C Corporation Tax 从35降到21 哦 呀 然后呢 那这为什么有影响呢 因为在美国那个时候所有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赚的钱 不愿意回来 他因为他前park在爱尔伦的话 只要付12.5回来要付35% 嗯 那谁要回来 所以呢 光美国高科技公司在那个时候在海外就1.6个tillion的钱 嗯 那川普说35降到21 一次回来再打折15.5 所以呢 很多公司在想我在海外12.5还别别牛牛 回来付了15.5 爱干什么干什么 嗯 所以光2019年就将近一个tillion的钱 美金的钱是美国公司从海外回来了 哇哦 回来的钱 主要少数的去做一些研发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但几乎majority的钱 都去市场上买回自己公司outstanding stocks 对对对 buy back 所以呢 buy back以后减少他流通的股数了以后 造成股票大涨 2019年股票大涨 而撑到房地产没跌 嗯 然后我们估计2020年下半年该跌了 结果pandemic来了 疫情来了 对 2020年3月把利率打到最低 然后呢又印了好几个tillion的钱 啊 钱又往哪里跑 又往股市跟房产充 对对 所以造成2020到2021继续往上冲 不合理的往上冲 可是到了今年开始皮像露出来了 第一个股票开心先跌了嘛 对不对 嗯 第二个你看看哈 inflation来了 不断的加息 加息加成这个样子的话 你认为房地产还能继续往上冲吗 很难 很难了 第三个 订了这么多钞票 明后年如果再加税的话 会不会对市场冲击要打 如果capital gain又往上涨 绝对会 这就叫做利剑 三把利剑 然后呢再来呢公司的earning也会受到影响了 因为高利息 是 所以呢 裁员的动作明年又要开始出来了 现在其实很多北家的高科技公司已经freeze hiring了 是 是不是 到明年可能要lay off的时间要出来了 那会不会冲击到房地产呢 of course 然后再来一个原因 在去年10月1号以前 如果你欠银行mortgage的钱 银行不能拍卖你的房子 但是去年10月1号开始可以了 通常在拍卖投资的房地产的时候 是大概process时间是五到六个月 但是自住房要需要16到18个月 所以从去年10月1号开始看的话 今年四五月各地陆陆续续 投资的拍卖房开始出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在市场还在热的时候呢 大家被市场吸收了 可当然出来越来越多的时候 会不会对房产产生冲击了 当然会了 好那真正的冲击在明年 为什么自住房的拍卖物要出来了 R1又要出来了 那个是在明年4月到6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房价会更一步的影响 这个时候又碰到利率还是高的 又碰到要裁员潮 这些的情形都发生的时候 您认为房地产会好吗 还是要买好地区的吧 比较耐压呀 好地区抗跌嘛 所以对不对 只是说你现在要做投资 自己住的就算了 如果要投资的话 可能等一等 说明等个两年你可以拿10-20%的discount来买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再加上 因为还有Ukraine Russia在打仗 加上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 这么多事情的不利的影响 我们被delay了两年多房地产该跌的情况 现在要慢慢慢慢开始出来了 对不对 常常有人讲一句话 为什么股票房产甚至crypto currency 这个起伏的幅度的到底是根据什么呢 就是supply跟demand 或大家心里的想法 对不对 有人用一个故事讲的很好 他说今天大家排队就进去买票看秀 本来大家排的好好的 突然里面说票快没了 位置快没了 是不是大家开始往前挤压 是是是 对不对 这个就是股票房产上涨的 只是一个快点一个慢一点 等到大家挤到里面挤了半天 突然里面说失火了 就跑出来闲门太窄 所以呢 越有问题 越有这些不利的消息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越往直上冲 就算跌的时候 大家反而不知道跌多深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一个周期的原因了 所以呢 现在来讲 未来两年通常就是周期的原因 通常股票在recession来的时候 大概熊市是18个月 房产大概两年到三年 OK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话 我们今年一月开始跌 至少明年下半年以后 股票才有机会正常的反弹 房地产我们相信大概两年以后了 两三年以后了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准备要跌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来谈的这个方向 所以你认为我们的房地产 这个时候是不是进场最好的时候了 不见得 是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做一些投资的策略 如果你要投房地产的话 你最好可能再稍微缓一缓 投资股票市场是不是也该保守了 当然 事实上你在这个时候投资策略 你应该以保守为主 至少在未来两三年 那有些到一定年龄的人 有考虑有一部分 比较安全的钱 是不是要考虑 可能放到年金了 尤其现在绷子很高的年金了 是不是也可以保留安排一部分 或者一下一些 影响市场可以保底的 这些的工具 是不是应该开始做一定的分配了 当然 这就是我下面一个问题 现阶段投资的策略 有哪一些alternative 可以既然把这个钱 要放到一个产品 或者是一个计划里面 因为钱不动 也不是一个好主意 钱会贬值的 是的 这个时候 但是未来两年 最重要的话 应该以保守为主 我宁愿少赚 但是我不要亏 有这种好事情吗 有啊 有一些比较保守型的 Defensive portfolio的话 它Hedging做的不错的话 这是一个可以 像我们公司有一些 这样的类型的 Defensive portfolio 还有我们一些公司 做私人借单 也是短期的一年期的左右的话 平均有5.5到6%的 平均回收非常安全的 像这一类的话 我们要多关注一下 那有些retirement plan的钱 也可以往一些年金百 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些的钱了 因为这一段时间 宁愿少赚而不要太充 OK 那这几种刚才的建议 本金都不会收拾 是的 都是比较安全的 那Defensive portfolio 要跌也跌不多 然后但是呢 它做Hedging做的很好 所以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些事情 另外我们要提醒的 就是说在现在很多 从事房地产了 从事贷款了 或者其他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知道 整个大趋势不好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想想看 有哪些其他的方法 能够增加你的收入 甚至在这段时间 来survive最重要了 那有什么妙招呢 Philip 比如说几句个例子来讲 增加你客人的机会 比如说将来 如果买卖方式不是很好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做一些rental了 考虑看看commercial了 还有呢 用一些像私人借贷这种方式去 杀价抢房子了 等于像cash coin offer 增加你的机会 要多看看这些alternative 再来呢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真的在未来两三年 事实上整个市场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参加我们范语的平台 我们的一站式服务 来服务你原来的客人 在如果房地产贷款不好的时候 还有哪些部分可以跟其他的专家一起合作 然后提供你客户的时候 增加你在这一段时间的收入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不好的情况 能够过过去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在未来两三年内 房地产的broker跟agent 大概会有一半以上会阵亡 而且这一次高科技的影响 冲击会更大 因为在08年那一次的时候 high tech还没有那么普遍 现在很多seller会为了省一点 commission 他可能会更用high tech的一些公司 来做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对于这传统房地产 贷款这些的都会有更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的时候更要可能 看看我们范语一站式的平台 能够提供你跟你的客人 什么样的帮助 然后让你有机会去有各种不同的revenue 在这一段时间能好好的度过 提供更好的服务 让你成为你客人的go to person 除了帮助你客人以外 让你也有各种不同赚钱的机会的时候 至少在这不好的时候 能平安顺利的度过 能再求更上一层楼的发展了 好的胡正国先生 Philip Hu他也是在我的娱乐漫谈里面 TV的主讲人 在下一次的电视节目中 我希望Philip能够在现阶段的投资策略方面的建议 还有如果收入会在未来受到影响的朋友 应该如何在现在就事先布局 这两块比较重要 比较sensitive的一些方向问题 来给我们旧金山的观众朋友做一个解说 谢谢你Philip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听众朋友 如果您对于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有马上就要想知道一些答案的话 请致电免费电话号码 888-831-8868 888-831-8868 感谢听众 也感谢Philip 谢谢您 我们电视的空中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